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決定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在7月11日下半期一日 以表達最深哀悼和感謝 台灣以往下半期主要是境內 因為天災人禍造成重大傷亡 對於今次為了悼念外國卸任元首 而下半期治哀 輿論反應兩極 藍營議員認為雖然安倍對台灣友好 對其意外失望好不捨 亦譴責暴力 但下半期有明文規定 要對台灣或世界和平有偉大貢獻 或現任友邦元首 但蔡英文對外國卸任元首下半期 認為做法太過分會失去立場 要求蔡英文決定下半期也要有所依據 綠營人士則認為雖然日本和台灣沒有邦交關係 但安倍對台灣相當友好 又說美國都願意為安倍移下半期 台灣跟隨下半期有甚麼不對呢 指蔡英文的決定無可厚非 德國之聲中文網文章分析 中日過去因為歷史及賭罪主權爭議 兩國關係一直忽冷忽熱 安倍擔任日本首相期間 曾積極修補與中國的關係 透過高層互訪改善雙方關係 不過自從2018年開始 安倍對華立場有了微妙的轉變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 中美關係惡化也影響了中日關係 安倍卸任首相後 更多次發表挺台言論 甚至明確表態 台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 亦等同日美同盟有事 而引來北京的批評 有台灣學者認為 安倍的表態是基於日本國家利益的追求 因此他關心台海形勢 並不意味著親台反大陸 或親美態度 只是比起身為首相時 有更多論述空間